但是在8月8號那天 因為玉瑞西上游戴下來的時候 大量阻瓦將整座草的聲音 被吹到局的立場 我們都很抱歧說這些阻瓦到底是重合的 因此我們就要 將這個視角切換到上臉 我們要說一下我們在 高雄市考委區的玉瑞西 那左上角是阿高雄市還在以前 聲音有點糊欸 還是你要不要考慮你自己配音 好啊 好 哪哪哪 你把就是OK 那就麻煩你謝謝 好 那在左上角部分是 明霸克路橋在災前的影像 那在右上角是他災後 我們用空拍機所拍到的影像 可以看到我們在明霸克路橋的災後 已經完全被主殺所衝回 而且在他的玉瑞西與 老榮西的交會口述 形成了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衝擊戰 我們也藉由微信影像的判斥 來判斥說 這次的災害主要是因為在 這個地方的累積雨量 從7月31號到8月8號 盧幣颱風來之間 他累積了2216毫米的雨量 那也是莫拉克之後的一場 最大的單一降事件 那藉由影像的判斥去判斥說 這個玉瑞西的積水區在 這次災害的屠殺生產量 約為1107萬方的屠殺 也在土石流沖進山的地方 堆積了202萬方的土 那另外去分析說這個積水區 還有713萬方的土 還堆積在它的河道或是坡面上 那這些屠殺都有可能 因為下次的暴雨事件 就會造成第二次或第三次的 土石流災害 那對這個數字 一定沒有什麼概念吧 我簡單的 將台北101的長層與寬層也高 它的體積是2101萬方 也就是說它在 玉瑞西級勞容器的交叉口 倒了一座101 好 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姚冊 姚冊是使用間接的手段 來對目標的狀態去做或許 它通常是使用人造衛星 或是飛機或是空拍機 去對地面做觀測 透過這個東西 對不同的電磁波的波段 有不同的特性去加以分析 以利用我們掌握這個地區的全貌 那廣泛應用在資源的調查 地表環境的監測 人類活動 那水保局在1996年開始 都使用衛星影像 去做散播機的管理 以及危害的監測 但這些影像通常是要錢的 或是每個單位會有每個不同的需求 去得到不同的衛星影像 因此我們就開發了一個 BitGIS的平台將 1966年到2021年 這半世紀以來的圖資 都去做收集以及整理 那我們總共整理了 13000張的衛星影像 那還有49000張的航照影像 以及1200處的UAB拍攝成果 還有接近4萬張 在地及地景的照片 除了圖資的搜尋以外 我們另外在開發了線上的分析工具 因為大家也知道 GIS軟體不是大家都可以很輕易的上手 因此我們如果可以開發在網頁上面就可以使用的簡單的分析工具 那就可以大大降低這個使用門檻 另外我們也提供了API的圖轉影像共享 可以讓大家可以鏈接到其他單位去 那為什麼我們要使用BGIS不使用Google Map或是什麼 其他比較方便使用的軟體呢 因為我們可以說BGIS是台灣目前最完整的衛星影像支援 它擁有超過13000張的衛星影像 也就是說每個衛星都有各個時間點的影像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各個時間點的影像去做災害的判施 或是前後期的對比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如果大家對BGIS有興趣的話 可以掃右上角的這個QR Code 去看我們副總在今年3月黑客送的精彩端講 那我這邊就以Sentino2這個光學衛星為大家做介紹 Sentino2它是一個三種解析度的衛星 那它本身的影像帶有13個變磁波波段 那我們可以藉由同一個東西對這13個波段有不同的反射率或吸收率 去計算我們想要的數值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它的週期繞地球一圈大概是10天 然後它在天空中有兩顆 那也就是說從2017年開始提供穩定的影像 那平均每5到10天就飛經過台灣上空一次 幫台灣拍一張照片 而且這些影像完全是開放資料 所以你今天想要分析它使用它或是分享它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接著是使用BGIS的Sentino2影像 來對這次的集水區風沙地做判施 那第一步是使用BGIS裡面的搜尋圖子的功能 我們將BGIS的搜尋圖子功能選好時間 那框好地點之後可以去做我們想要什麼衛星的選擇 那進行查詢 我們就可以查詢到這個我所框選範圍處 所有的空拍資料影像資料或是歷史影像的圖� 我們就可以選擇8月18號的這張Sentino2的衛星影像 就可以看到預稅器目前的情況 那再來是我們要去做崩塌地的判施 BGIS它有外部向量資料的匯入功能 那我們可以匯入我們事先做好的預稅器的積水區的圖層 那去在BGIS上面做套疊 那套疊之後使用Sentino2的單次影像書畫分析這個工具 將我們套疊的積水區做框選 框選後直接按執行 它就能使用Sentino2裡面13個波段 去幫我們計算出它的崩塌如露地線 那這個圖層做出來之後就可以利用 客製化工具去將你的線段去改顏色或是粗細或是透明度 那這做好之後我們可以將這個紅色框選範圍去做輸出 你可以到Google Earth去做套疊 或是我們直接使用BGIS裡面的截圖工具 可以將這張影像做輸出 那輸出有什麼好處呢 直接使用裡面的影像 它幫我們把方位跟經緯度都幫你標示清楚了 而且它右下角也幫你附上了 你是使用什麼衛星 然後什麼時期的照片 那還有我們精美的BGIS Logo 那這樣子你拿去分享給朋友 或是拿來做影像的分析的話 都會看起來很專業 好那我們用這個方法來對這次的災害去做判斥 我們一樣利用8月18號的Sentino2的衛星影像 來做崩塌地的框選 那我框選出來我是使用黃色來做框選 那將這個框選的範圍去套疊在 我們災前7月14號的影像上 就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它如果原本是有直批 或是沒有崩塌的地方 但在這一次被我們做框選 那也就是代表是這一次新生的崩塌處 那我簡單的框選了三個範圍 比較明顯的範圍 那再去與災後的情形去做對比 所以很明顯看到說 這災前災後的差異 那我本次的災害 只用BGIS的判斥大概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做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FB的社傳 追逐保持及防災資訊交流 那這個社傳不定時的都會分享一些 水保資訊或是防災的資訊 那另外就是我們技能小組每個禮拜二 都會在YouTube直播我們的技術短講seminar 來訂閱分享加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在定位中的活動的房間裡面 也歡迎大家來找我們聊聊 謝謝大家